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的穆斯林进入了摘月 在这期间他们在日出之后日落之前是进食进水的 所以日落后的开摘饭就成了大家一天最为期盼的家庭聚会活动 那么这条街呢也会在白天的时候变得运发热闹 因为大家都在为晚上的这顿大餐做准备 所以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一起去品尝这里的穆斯林美食 这里的美食以小吃为主 面点 昆素菜 甜品 饮品应有尽有 将土豆泥团成丸子刷上秘制酱料 入口计划 滋味绵长 现在我们打算排队去买酿皮和枣糕 枣糕加入了云豆 红糖后 口感更加软糯Q弹 放凉之后甜而不腻 不知不觉就能炫完一大碗 炸伞子 炸花花也是当地特色 制作手法虽传统 但酥脆的口感和花样摆出的造型 为店铺攒足了人气 聪慧勤劳的夏南关厨娘怎么会放过网红辣条呢 在他们的巧手加工下 辣条香味扑鼻 优而不腻 除了这些 绵软爽滑 酸辣可口的酿皮 回味香甜的豆面角团 连小朋友都超爱的韭菜馅饼 都是大家争相购买的人气小吃 最后再来一杯清爽解密的 清喝甜配溜溜缝 还没有逛完半条街 小心就已经吃饱喝足了 这条老街承载了高原居民的情怀 琳琅满目的美食 冲击着味蕾扎根进记忆 从时间到脑海 记忆里是童年 是故乡是爱